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萊麟爸我是萊老師 我是瑞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這一支酒 算是對我們頻道來說蠻有趣的一個嘗試 這支是什麼 當然我們這樣畫面看很快就會知道他是羅曼德虎 我們之前節目有介紹過 對沒錯他是羅曼德虎的酒款 那可能評審跟之前看過也有點不太一樣 沒錯他其實評審也改款 對他是他新的評審 我們之前的評審 他們之前的評審是這樣的 所以說 之前評審比較直筒 對比較直筒 這支呢如果在鏡頭上 各位如果再仔細看一點的話 會發現上面的酒標多了一行 欸什麼字呢 我們應該會在酒標上 會看到上面多了我們頻道的名字 萊麟爸 對沒錯 這支酒呢就是萊麟爸的包桶 對也是我們的第一支包桶 那這支包桶就是因為我們之前 呃拍攝那個羅曼德虎 所以呢山上福寶呢就剛好在去年的時候 剛好要釋出一些官方的歐比包桶 那也有問我們說欸你們有沒有興趣 那我們說好啊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在幾個樣酒 對然後去嘗試 然後挑了一款 欸我們覺得還蠻不錯的 的酒款 那這支呢是 FIRST FEAR BOBBON 就是初次博本桶 也有我們當初設計的酒標 我們設計的酒標 可以放在背標這邊 那這個概念其實 待會我們也可以跟別人來聊一下 那我們就到酒吧 他這一支酒款我覺得有把 當然也有把羅曼德虎的那種 呃奔芳的水果的香氣啊 我覺得他也有表現出來 那我們會特地挑這一支的話是 我覺得他有很好的那種 剝本的香氣 很容易可以在我們這一支 可以找得到 因為他一聞到最明顯的根據六 然後香蕉 香蕉 對 我們剛剛聞到的很基本的那些味道啊 其實也是當初我們在試樣酒的時候 然後在設計這個酒標 如果是看到我們的底圖啊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看的話 你會看到有點黃色橘色的那個圖案 那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就是 橘色這地方呢 其實是我們是把它代表成是 柑橘的風味 對 黃色呢這個像月亮呢 是代表的是香蕉 非常的簡單粗暴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是 我們當初在喝這一支酒的時候 給我們兩個非常直覺的 兩個關鍵的音質在裡面 那我們把它設計有點類似像 月亮跟太陽 那也代表日月啊 代表那種時間的感覺 因為本來威斯基就是一個時間的產物 任何的酒款 在項目桶收成就一定需要時間去催臉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設計當作我們的底圖 那我們的頻道名字就是LightningBar 對 所以我當然也有把LightningBar LightningBar No.1 我們把它標到這邊 然後很簡單 也是簡單粗暴設計 想說來喝吧 那就是喝嘛 那喝我就想說那就是 Jig 對 所以我們就 那我們就做一個 小小的設計啦 我們就把D 把它類似做成那種酒杯的一個造型 如果你這樣把它反過來這樣看 那就是有點類似像那種酒杯的造型 那我們就取這個D 然後加上後面的英文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設計 也有點符合就是我們 比如我們來喝吧 對 在我們裡面可以看到酒杯 然後英文的喝 然後加上我們的風味 主軸風味我們用在底圖設計 就是橘子啊香蕉 那又代表威斯基很重要的時間的元素 我們都把它加在我們這個設計裡面 對 這支是11年份的酒 那它是在2011年入銅 那是在2022年 壯品 所以當然就是11年廢話 絞金濃度呢我看一下喔 7.4% 不是7.4% 好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 入口柑橘 而且 我覺得這支的優點是 一入口那個甜感 非常的直接明顯 飽滿的甜感 然後對 它油脂感很明顯 也OK也OK 沒問題 然後還有一點鹹甜鹹甜的風味 對然後就有點類似像那種爆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 但是又沒有那麼難 不到那麼難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說那兩個主軸 喝一聞的時候就聞得出來 喝的時候也可以感覺到 那種柑橘啊香蕉 這兩個主軸性 非常明顯 第二口第三口 我現在後面就有點有點 有點長喔 類似那種瓜果的味道 我也有喝到 哈蜜瓜的香氣 嗯 對 一點點 沒有很明顯 但是在尾韻的地方 可以喝到一點那種類似 瓜果哈蜜瓜的味道 在尾韻的地方 或者瓜子那種 因為它又帶一點堅果 嗯嗯嗯 所以會有點像瓜子的感覺 對 然後之前如果喝到高濃度的圓桶的話 圓桶強度的比較快 其實 如果再加一點點水 會有不一樣的樂趣 對 加水下去 哇 整個 爆天 把這一杯酒 喚醒的開始 香氣 比較清的香氣就出來了 對 清的話香氣就出來了 嗯 然後它的香蕉乾 就更明顯 對 還剁了一點堅果的香氣 嗯 然後 蘋果 你覺得是青蘋果還是紅蘋果的那種香氣 紅蘋果 你覺得是紅蘋果 嗯 梨子也有一點水梨 嗯 豐富度還是有的 豐富度還是有的 好我們來試試看 我覺得加水很好喝 喔有沒有 甜感 細緻而綿長 入口感對 因為加了水 你喝下去感覺會更淺 當然當然當然 你任何 任何烈酒 你加水 酒精感當然一定會被稀釋 會被稀釋 所以感覺會更淺 但是我很怕 有些酒加水 我覺得 會 油體會破壞 會破壞 還好這隻妹 還好 而且那個甜味 我覺得是更細緻有長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點我很喜歡 就是 你想要喝原酒 或者說你今天 欸 加點水再去感受它的變化 然後去感受它的一個 不管是甜味 風味的變化性 我覺得這個 再喝原酒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題 我很喜歡它 加水後的這個狀態 很好 我覺得很好喝 而且加水感覺好像比較划算 一杯 一瓶可以稀釋 變成一瓶 1.2瓶 1.3瓶 一定它雲紅強度 對啊 對啊 所以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 自己可以包到一支 我覺得是自己喜歡的 威士忌的桶 對還好還好去年就訂了 新年的酒長著這樣子 嗯 不錯 喜歡 好 那今天就很簡單 跟各位介紹 這是Lightning Bar的包桶 那 嗯 看之後 因為之前 也有觀眾說 欸 可能 會不會辦什麼瓶酒回來 有不的話 可能我們再 把它拿出來 跟各位觀眾朋友 做一個分享 對對對 對對對 不然你問我說這個哪裡 可以喝到 我也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呵呵呵 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Lightning Bar的第一支包桶 那很快的簡單的介紹 給各位觀眾 那 如果喜歡的話呢 記得繼續追蹤我們 這樣我們才可以繼續 呵呵呵 頻道經營下去 對對對 好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狀態 我是賴老師 我是Rick 那我們就下次繼續 來喝吧 來臨吧 掰掰